李宗盛 財政研究長 李宗盛 財政研究長 李宗盛 財政研究長 有啊 比如說他就說 運行無法退離啊 只有其間檢証 他就說 你可以對他比較多10%的要貸 你應該會看這個 那一家是幾道都在這裡 有啊 可是我沒有推出來 因為你要得罰到三家 有一些限制 比方說資本賠家3000萬以上 而且也应该要提供这些履约的担保 不过目前的团购网 它的地位是不是真的能够认为 它是实际上发行餐券的第三方业者 有点模糊 因为大家都知道团购网上卖的东西 其实是各式各样都有 并不仅仅限于餐饮服务 也会卖其他的 比方说衣服、日用品 非常多琳琅满目 所以可能必须要依照实际上它所贩卖的品质 人的一个大概都会做的 这样表示心意的一个方法 那也就是借着这样子一个节日 我们其实也注意到说 这个本身的餐饮的这个礼券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是日常的自己的消费 或者是做这个馈赠 其实我想我们大概都有经常像一个经验 那这些礼券当中 很多尤其是这个餐饮的这个礼券 基本上它可以透过很多的这些销售的手法 或者是折扣等等 当然会吸引很多的消费者来这个购买 那我们也发觉到说其实这些礼券不仅仅是餐饮业的一个商品提供者自己发行 那也有可能是第三方的一个发行 所以在我们现在目前所观察到的这个礼券 其实它的发行的形式大概有不少 那甚至哦 尤其是现在越来越新奇这种所谓的 团购网 那网购平台 它也 这个推出了这种新兴的 类似所谓的电子的礼券 那像这样子的 这种礼券 其实在市面上是非常的盛行 尤其根据这个统计 单单我们所谓的餐饮的一个算是龙头业者 网品集团其实在2015年 它的来电的消费人士高达2100万人士 我想这个是餐饮业的商品里见 英记载跟布德记载的事项 那这个英记载跟布德记载的事项 其实是很新的一个 从去年1月1日要开始公告 那当然到今天也已经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我们觉得说也应该要 在透过检视之下 来了解一下 看看我们市售的这个 这个理券到底有没有照着这个规定来走 所以我们也基于这样的原因 我们就在 几个知名的网站 包括了 包括了这个爱票网 或者是UDN的爱买东西 或者是GOMACHI 或者是171LIFE的这几个网站当中去做的这些调查 那当然我们的调查 其实这些 有总共有实践的商品 那其中不乏有知名的这个业者 我刚才提到的说网品 那我们的调查时间 大概是4月24到5月2号 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 对于这个刚才所提到的 这个英记载跟布德记载事项当中的一个 退换货办法 因为退换货办法 这个其实对一般的消费者而言 其实是相当重要 那各位可以了解到说 尤其是近期内 又有几家的这个业者 那有些是宣布这个歇业 那当然有些是 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倒闭 所以这些礼券本身的发行 基本上 对消费者的权益相当的 这个影响非常的大 但是这次的调查 其实我们看到结果 其实不尽理想 那详细的这个 这个我们调查的 结果的结果 也就是接下来 就请我们共同主持人 这个徐哲御徐 这个徐哲徐